这事是发生在2013年 那时候我读大三 放了暑假 我在这一家健身中心 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 这刚去那天 健身中心一个姓陈的女经理 把我带到了保安室 让一个姓王的老保安 带我熟悉环境 那个姓王的老保安 对那位陈经理 是毕恭毕敬 一个劲的点头凤肢 看上去是个很圆滑的人 我给他去了个宫 请他以后我多多关照 我也看出来 他在那还管点事 而那位陈经理交代完了 把我丢给老王 转身就走了 老王又是点头 又是哈腰 就把他给送出去了 等着这个陈经理走了 老王也就收起了笑脸 搭了这眼皮 让我跟着他去熟悉熟悉环境 路上我们俩就相互做了介绍 然后一路上 他漫不经心 给我介绍着不同的房间 都分属什么部门之类的 我也就记了个大概 因为这健身中心 只营业到晚上十点 所以宝洁分着白班和晚班 我和老王安排到了晚班 转了一圈 最后老王把我带到了游泳池 老王介绍说 这泳池的水是循环水 不需要清理 所以只要打扫地面就够了 我大概看了下 这泳池至少有上百个平方 打扫起来可是不轻松 可是也没办法 谁让咱们是穷人家的孩子 得行工俭学 老王并没有安排我这当天上班 而是让我熟悉环境 第二天开始正式上晚班 看完了泳池往外走 老王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语气凝重的跟我说 这个泳池不允许员工使用 如果有员工私自下水 会被辞退处理 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 让我每天十点开始 先从泳池开始打扫 打扫完了泳池 再去打扫别的地方 还一定要让我记住了 那语气让人很反感 第二天我八点钟就到了上班 因为是新来了 所以想表现一下 健身中心九点五十闭馆 我十点钟开始打扫 我只是负责瑜伽馆 和泳池的地面保洁 可能因为我是兼职 所以分配的工作并不多 当然这工资也肯定是相对比 这全职的要少很多 虽然我不是那种 娇生惯养的孩子 这平时在家多少也干活 可是这几百平的地面 拖起来可真不是轻松事 没多大功夫 我就给累的是腰酸背痛 两个场馆的看似不多 可是等我拖完这鱼虾馆 到泳池的时候 已经就是快十一点了 健身中心闭馆之后 中央空调都关闭了 又门又热 我这脸上的汗就像是躺流了一样 因为开着窗 一阵风吹起来 带着泳池的水汽 吹到了我的脸上 顿时我这整个人 都是一阵的舒爽 看着泳池里清澈见底的水 我就恨不得一头扎进去 好好的爽一爽 但是老王交代过了 如果这员工私自下水 会立马开除 头一天上班 我就干到了这么晚 我怕领导知道 我干得慢不高兴 就加快了速度 我正拖着地呢 员工通道的门就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这保安老王 这老独子一进来就没好气 问我怎么干这么慢呢 说别的班都干完下班走了 就是我一个人没干完 还没一等回答 老王又搭了个脸子 说我不服从这领导安排 因为他昨天说过 让我每晚先打扫游泳馆这屋 然后再去打扫游家馆 而我正好是反着干的 我看他那样就不爽 还是得陪着笑脸跟他解释 我说我看这渔家馆那边紧干净 打扫起来会比较轻快 所以就先打扫了那边 老王是一脸的不高兴 在这屋里吵了一圈 问我有没有啥事 我心说 除了他妈快把老子热死了 还没啥事 而这个老毒子呀 在这值班室里是吹过了空调 跑我这来耍官威 老王又啰嗦了几句话 请我干活慢 说别人都走了 晚上没事 他把门给锁了 我走的时候 再去找他拿钥匙 等这老王关门出去 我对着门口就是一通骂呀 太他妈熊人了 他吹着空调喝着茶水 我还得听他指手话下 看他脸色 这活还没干完呢 人就得先热死了 骂完了老王 我这心里也算是舒坦了一些 可是室内那股子热劲 让我心里是要烦躁到了极点 我又不自觉 回头望向那个清澈的泳池 泳池里的水是轻轻晃动啊 映照着灯光 像是有一种魔力 在轻轻的呼唤着我 我心里打定了主意 这工作大不了不干了 反正我看那个老王吧 也不像好相处的一样 所以呀 以后还不一定怎么为难我呢 想到这儿我把这拖把我的地上一扔 就开始脱衣服 要到这泳池里好好泡一泡 三下午除了我就脱了个干净 把我那件不透气的工作服就丢到了一边 向后退了几步 来了个助跑 一跃而起 随着落入水中那一刻呀 这周深的灶热一扫而空 整个人瞬间是变得清凉舒爽 那一刻实在是太畅快了 我夜出水面大吼一声 把一直以来堆积在心里的烦闷都给发泄出来 我如鱼得水般 在这宽敞的泳池里进行的游泳 来来回回游了几个回合 直到浑身上下再无一点燥热 直到气力不支 我才停了起来 感叹泳池带给我的清凉 我正美得不知的所以啊 突然感觉这身后啊 仿佛有一道目光在盯着我 那感觉是让我脊背发凉 我扭回头 扫视着整个泳池 当我的眼角余光 扫视到泳池的一个角落的时候 我隐约看到 那里落出了半个人头 就在我转头想看仔细的时候 那人头悄无声息 就下沉到了水里 说实话我这时有些害怕呀 但转间一想 也许是有和我一样的工人 下班没走 偷偷的下到泳池里游泳呢 为了确定自己的想法 我便朝着那个方向游过去 可是当我游到那个位置时 那里却什么都没有 我刚才明明看到 有个人潜到了水里 虽然当时光线不是特别好 但是这诺大的泳池啊 也还是可以尽收眼底 我再一次环视整个泳池 除了我自己是再无旁人呢 我正在满腹狐疑的时候 突然感觉有东西从我的脚下游过去 有东西碰到了我的脚 我浮在水面上往这池底下一看 这水很清澈 池底下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存在 当时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 这水里面有东西 如果在这水面上看不到 也许在这水底下可以看到 我憋了一口气 一个莽子就扎到了水里 但因为灯光不足 水下的视线并不是特别清晰 但也还是能把这泳池下的情况啊 看个大概 目利所及之地 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让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 不可能只是自己在吓自己啊 因为这泳池的水是循环的 在换水口会有吸力 也许我错把那种吸力 当成了有东西碰我 这一口气憋得难受 我就打算浮出水面 可是正在这时候 我突然感觉我身后有洞性 我连忙回头去看 这一看吓得我差点 把憋在口里的一口线啊 拖出来 在我身体的右侧 有一个少年模样的人浮在水里 起初我以为是自己在吓自己 把泳池里的光影看成了人形 可当我看仔细 那确实是一个人 只是呢 他看上去毫无生气 怎么看也不像是活人 正以一种恶毒怨恨的眼神 死死的盯着我 经过片刻的对峙 他突然向我快速的已经游了过来 吓得我是赶紧手脚并用浮出水面 我大大地透了一口气 拼命地爬上泳池的边缘 我能感觉到 他紧紧地跟在我后面 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盘上池片跃出了泳池 说实话 我那时腿都已经下软了 根本就用不上力 我用手是撑着向前爬一段路 想尽可能离那个泳池远一点 我听到身后有水声 回头去看 他把头浮出了水面 用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看着 我当时不敢多坐停留 亮亮腔腔地就向着员工通道跑 想尽快离开泳池 我连滚带爬跑到了值班室 老王正躺在椅子上睡觉 让我哐当一声的推门上给吵醒了 我语无伦次地喊着泳池里有鬼 这老王睡得迷迷糊糊 被我突如其来的一阵喊叫给吓得不轻 可是等他清醒过来 对我是大发雷霆 老王一看 我只穿了一条底裤的样子 又说泳池里有鬼 就知道我肯定是下水游泳 气得他的脸色都变了 指得我的鼻子就是一通臭骂 好像我惹了天大的麻烦 最后那老独子的没有和领导汇报 就直接把我开除说让我滚蛋了 虽然他赤心和我说过 晚上不能到的游泳池游泳 但我没想不到他会那么大的反应 但我直觉告诉我 他们健身中心肯定有什么怕见人的秘密 开除就开除吧 反正也不是啥好工作 丢了那份坚持 我一连几天也没找到新的坚持 闲的没事 我始终觉得呀 那个健身中心肯定是有啥秘密 还有我在那泳池里见到的恐怖少年 受着好奇心虚时 我在网上查阅了 关于那家健身中心的有关信息 别说还真就给我查到了一些东西 在两年前 那家健身中心的游泳池里淹死过一个少年 网上还流传着一些 关于那件事的监控视频 蹊跷的是啊 这事发的时候 泳池里有很多人在细水玩耍 而那个少年溺水的时候 在这水里是挣扎了几分钟的时间 有很多人在他的身前左右细水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看见他溺水 这件事啊 也传得很邪乎 说是什么鬼遮掩啊 为了这件事 那健身中心还挺夜整顿过 而我那天晚上所看到的呢 也许就是那溺水少年的鬼魂 这件事发生了几分钟的时间